每日神话 我天天站在宇宙之上观望 我又卑微隐藏在我的居所经历人生 仔细观察人的所作所为 不曾有一个人是真为我摆上的 不曾有一个人追求真理 不曾有一个人为我求真的 不曾有一个人在我潜力心智而守住本分的 不曾有一个人让我在里面居住的 不曾有一个人注重我 犹如注重自己的生命一样 不曾有一个人在实际当中 看见我神性的全部所示 不曾有一个人愿意接触实际的神字迹 当水淹没人的全身之时 我将人从死水之中救出 给人重得生命的机会 当人在失去信心生活之时 我将人从死亡的边缘中拉上来 给人生活的勇气 让人以我为生存之本 当人在背逆我时 我使其在背逆之中认识我 因着人的救性 也因着我的怜悯 我并不将人置于死地 而是让人毁过自信 当人在饥荒之中时 即使人有一口气 我也将人从死亡之中夺过来 不让其中了撒旦的诡计 多少次人看见我的手 多少次人看见我的慈容 看见我的笑脸 多少次人又看见我的威严 看见我的烈怒 人虽不曾认识我 但我并不因着人的软弱 而趁机无理取闹 我体察人间之苦 因此我也体谅人的软弱 只因着人的悖逆 人的忘恩负义 所以我才不同程度地 给人以刑罚 我在人的忙碌之时隐藏 在人的空险之余向人显明 在人的想象当中 我是万事通 我是有求必应的神字机 因此 多数人来我面前 只是为了找神帮忙 并不是有心在我前认识我 当人在病危之时 就迫不及待地 想请我来给予资助 当人在患难当中之时 人就竭力向我诉说其苦中 以便脱离苦境 但没有一个人在安逸之中 也能爱我 没有一个人在平安幸福之中 来找我与其同乐 当人的小家庭幸福美满之时 人就早把我撂在一边 或者把我关在门外 禁止入内 从而享受全家欢乐之福 人的心胸太狭小 竟然就连我这样慈爱怜悯 令人好接触的神也容不下 多少次在人欢笑之时 我被人弃血 多少次在人摔跤之时 我被人拿来当拐杖 多少次在人处于病痛之时 我被人找去当医生 多么残忍的人了呀 简直是没有理智 不讲道义 就连人所具备的人情 在人身上也不曾看见一点 几乎没有人的一点味道 想想过去 对比今天 是否在你们身上有所变化 过去的成分 在今天是否是减少了 是否是仍然没有更新 我历尽山山水水 历尽人间的侃侃可可 在人中间走来走去 在人中间与人一起生活了多少年 但人的性情似乎没有多少变化 而且犹如旧性在人的里面 生根发芽一般 人的旧性一直是不能改变 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改进了一番 由如人所说的 本质并没有变 而是方式变化了不少 似乎是人都在糊弄我 想令我眼花缭乱 以便蒙混过关 来博得我的欣赏 我对人的花招并不欣赏 也并不理睬 我并不因此而大发雷霆 而是采取视而不理的态度 我要把人放松到一个地步 之后将所有的人一块处理 因为人都是不自爱的贱货 自己对自己并不保爱 难道还需我再一次地施怜悯 慈爱吗 人都不认识自己 不知道自己到底够几斤 应都拿到天平上去撑一撑 人对我不理睬 所以我对人也不认真 人不注重我 也不需要我对人多下功夫 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作为此民的 你们不也是这样的光景吗 有谁曾在我面前立心智 却并不废去 有谁在我前立常智 而不是常立智呢 人都是在顺境之时 在我前立心智 在逆境时将其一笔勾销 过后再次重新将心智捡起来 送在我前 难道我就是那样的不尊贵 随便接受人在垃圾堆中 捡来的废品吗 在人之中 很少有人持守自己的心智 很少有人是守节的 很少有人把自己的最宝贵的献于我 当作自己为我献的祭 你们不也是这样吗 若作为国度子民中的一员 不能守住自己的本分 将会被我咽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